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撩影 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部惊悚电影《神童》 如果你不知道一个熊孩子有多坏 那就来看看这部电影吧 好了,话不多说,让我们一起来看电影吧 故事发生在俄亥俄州的深夜 一名女司机正驱车回家 然而行驶途中,一名女人突然跑到了公路中间 女司机猛打方向盘,最终避免了一场车祸的发生 她鼓起勇气下车查看 只见一名红群女子靠在她的车旁 恐怖的是,她的右手被人砍掉了 之后,女司机将对方送往了医院 因此破获了一起连环杀人案 凶手叫爱德华,是个练手癖 五年间杀害了九名女性 而红群女人是第十个受害者 也是唯一的幸存者 警方得知线索后 立即赶往爱德华的家中 并将她顺利击毙 与此同时 在某座医院的手术室内 一名男孩诞生到这个世界上 与别的孩子不同 她一出生就拥有一色铜 一只眼睛是棕色 一只眼睛是蓝色 医生解释 这是一种遗传特性 随后父母为她取名为迈尔斯 可奇怪的是 别的孩子打针会哭 但她却什么感觉也没有 不仅如此 她几个月大就会喊妈妈两个字了 五岁那年 母亲朱莉带着迈尔斯去做治理测试 张家发现她智商超群 是一个天才儿童 不过相比于超群的智商 迈尔斯性格则有些孤僻 她会偷偷将虫子捏死 眼神让人不寒而栗 到了八岁那年 迈尔斯长成了一个小正态 在父母面前 她表现得乖巧听话 温柔可爱 可当父母离开后 因为保姆说了一句让她不高兴的话 她就在楼梯间撒上碎玻璃 故意让保姆踩上去 事后她又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 声称自己什么也记不起了 但这种情况并不是一两次了 有一次 因为同学惹恼了她 她就拿着扳手将对方猛击 一个夜晚 朱莉来到她的房间 发现她嘴里说着一些听不懂的梦话 于是她拿来了录音机 将其录了下来 更恐怖的是 迈尔斯杀害了家中的狗狗 将其藏进了地下室 时间一久 屋里出现了苍蝇 朱莉最终发现了狗狗的尸体 然而迈尔斯却哭着告诉她 自己并不知情 担心孩子出现心理问题 朱莉找来了心理医生 在检查一番后 心理医生却认为 迈尔斯遭到了虐待 所以才会出现心理上的疾病 那晚 朱莉和丈夫韦德爆发了争吵 因为韦德有过被身负虐待的历史 所以她怀疑是韦德虐待了迈尔斯 但韦德表示 自己爱她还来不及 怎么会虐待她呢 一夜之后 朱莉将录音带交给了心理医生 而心理医生听完后 又找到了一名驱魔师 他问朱莉 相不相信 转世这个说法 就是一个人的灵魂 转移到另一个人身上 然后夺取身体的控制权 重新开始生活 因为他发现 迈尔斯夜里说的梦话 居然是匈牙利语中的方言 而且这种方言 全世界只有40万人灰 去魔师之前见过一个案例 一个6岁的印度男孩 却清晰的记得 前世的每一件事 每一个细节 朱莉信奉 唯物主义 当然不相信这些鬼话 于是愤然离去 晚饭时分 迈尔斯缠着他 玩大眼瞪小眼的游戏 刹那间 朱莉似乎从他的眼神中 看到了另一个人 这一幕直接吓坏了他 从那以后 迈尔斯就变得有些不正常 会在课堂上 画一些女人的手 而且还在父母的卧室里 装监控探头 韦德大发雷霆 质问他为什么这么做 但迈尔斯一脸无辜 在洗澡的时候 迈尔斯告诉朱莉 自己有时候会给一些东西 腾出位置 而且这种情况每晚都会发生 当天夜晚 迈尔斯爬上了朱莉的床 还莫名其妙问他 你会一直爱我吗 不管我做错了什么 朱莉回答 会的 一系列的反常事件 让朱莉感到事情 并没有那么简单 为此 他将查尔斯带到了驱魔师那里 对方打算利用催眠 让迈尔斯短暂离开身体 让入侵的邪恶灵魂显现出来 然后弄清楚邪恶灵魂的身份 了解他有什么未完成的心愿 也许完成了他的心愿 邪恶灵魂就会消失 可催眠后 体内的两个灵魂 为了争夺身体的控制权 发生了对抗 迈尔斯的手指摩擦着沙发 显得痛苦不堪 最终 邪恶灵魂占据了上风 夺得了身体的控制权 他拥有着可怕的思维能力 并威胁驱魔师 如果将今天的事告诉朱莉 就编造一套虐待儿童的谎言 来诬陷他 驱魔师明显被吓到 只好对朱莉说 是自己之前搞错了 但在夜晚 驱魔师单独打来了电话 原来 之前在两个灵魂 在争夺控制权时 迈尔斯的灵魂在沙发上 留下了邪恶灵魂的名字 朱莉上网查询 发现是一个连环杀人魔 名字叫爱德华 他也拥有一色铜 并且被警察击毙的时候 也正好是迈尔斯出生的时候 第二天 迈尔斯去上学后 朱莉在他的衣柜里 发现了许多爱德华的新闻资料 从上面得知 爱德华杀害了九名女性 唯独有一名幸存者 也许爱德华未完成的心愿 就是完成自己的第十幅作品 与此同时 韦德在接迈尔斯放学途中 计划将他送进精神病院 话音刚落 迈尔斯剪掉了他的安全带 还用剪刀刺伤了他 车子失去控制 一头撞上了路边的树 等朱莉赶到医院时 丈夫重伤昏迷 而迈尔斯已然记不及发生了什么事 此时 他的心中生起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朱莉向迈尔斯带上了车 并让他扶下了安眠药 声称带他去一个地方 迈尔斯老老实实地将安眠药扶下 然后睡了过去 经过一夜的行驶 车子停在了俄亥俄州的一处郊区 在这里生活着那名幸存的红群女人 也许只要杀了她 就会完成爱德华的心愿 从而让真正的儿子回到自己身边 但朱莉却下不了手 这时迈尔斯拿着剪刀走了进来 一刀刺死了女人 然后走出了房子 缓过神来的朱莉追了出去 找到了跪在地上的她 但为时已晚 从那晚爬上朱莉的床的那一刻 爱德华的灵魂就占据了整具身体 之后发生的种种 不过是爱德华使用的计谋 目的就是让朱莉带着自己 找到那名红群女人 朱莉知道 自己的儿子已经回不来了 于是准备杀了她 然而就在空洞班机时 当地的农场主击中了她 麦尔斯假装无辜的模样 紧紧地抱住了农场主 然后真相被永远埋没 不久后的一天 一对夫妻领养了麦尔斯 不对 是领养了爱德华 她伪装的无害微笑 让人不寒而栗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